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4日 美国前总统川普回到了海湖庄园了 但是现在仍然遇到的麻烦在继续 也就是对他的弹劾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转发了一篇文章 其中讲到美国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22号拒绝了共和党参议院 少数党领袖提出的推迟弹劾的要求 看来对他的最傻子够猛 没有停止 决定在25号向参议院递交 针对前总统川普的第二次弹劾的指控 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舒默 1月22号晚间宣布 将在2月8号这一周开始对川普进行弹劾审讯 你想倒不倒霉 这四年当总统就赚了四块钱 四块美金 其他的钱都捐赠了 结果现在换来这么一个结局 实际上令人感到不解 说是假如通过对川普的弹劾案 至少需要17名共和党参议院倒戈 因为现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是共和党 众议院多数是民主党 那么参议院有阻力 说是能不能凑够这17个数 现在看来很难 有五个共和党参议院 现在决定要赞成谈劾 也就是背叛的川普了 这个有五六个 没有确定是五个还是六个 这篇文章当中讲 说是国会三报 22号引述两名 匿名的共和党参议院的消息说 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议员 预计只有五六个 其中一人表示 肯定会少于十个 对啊 你这么多17个早的呢 对吧 差远了 所以很可能是白弹劾一场 根本不成啊 那么该报道 共引述四名匿名的共和党参议员 分析的共和党人 不会支持弹劾四个主要原因 他讲有四点原因 可能他们不能支持 一个是什么呢 弹劾卸任的总统 现在已经卸任了 不是以前前总统了 这个缺乏的法律依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川普离职前 没有特赦任何冲击国会的人员 就你说他鼓动这些 川粉去冲击国会 1月6号 但是你得有证据 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啊 这个川普也没有这个特赦啊 这些人员 其实就我个人的想法嘛 如果我是川普 反正走到这个地步 我把这些全赦免了 毕竟是当初是我鼓动他们 我发表着这个号召 叫他们去来到这场集会 当然川普号召他们 目的是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 和理非的方式表达愿望 川普把他们估计的太 行事估计太乐观了 因为以前已经两次 这个川粉大游行 规模都很大 没有爆发 武装冲突 没有暴力行为 那么这一次是意外的 肯定不是川普 煽动的 但是和川普有关系 他没有就是 抄前的 就是做好预案 这个是他的问题 既然这样 你就不如果干罪 我反正我快不干了 我不能让这些 当年为了 因为我是冲击破灰的人 对吧 那毕竟有些人 他是这个 一丝冲动 并不是人人都是什么 精心策划的暴徒 人家感情这块 就很难讲了 到那个会场上 被裹挟了 冲进去了 就像那位 当了12年 这个空军的女士 很不幸 打了一枪 其实他 你能说他是暴徒吗 他就是大家 前后后拥 他当时又在激动 非常的爱川普 就是这个 就跟着就进去了 这一进去 站那个位置 可能也是巧了 那个警卫开一枪 没打到那个 该打的人 你像那个 这个爬砸窗户人的 应该 你要如果说 还击还行 你像他这根本没事 就是喊叫 激动的 结果一下子 完蛋了 就是很可惜 所以 这个能不能给盯成暴徒 我认为不应该 就是一个牺牲品 所以川普到最后的时刻 我认为他还是有点 这个悠悠寡淡的事情 而且包括对中共 到最后时刻 就是把这个什么 亚太战略提前抛出来 那早干什么 早一年就应该把他给抛出来 对不对 指控中共是 这个 镇压这个 这个新疆人 区返人权 这个行为 早就应该 批到往上 是不是 说幸不如 把这个 16号这一天 犯事冲击的 都给他赦免了 我管他 反正我也不干了 你还怎么地怎么地 这是我的想法 不一定正确 你川普还是精神品格高 所以他没有赦免他 也没留下把柄 这是这个 一个原因 那么呢 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网上这个消息 都比较多 这个刚才我也看到了 那么这个 这个共和党人们 刚才讲到 是第三个 第二点 没有特赦 任何冲击国会的人 第三个是呢 担忧 就是共和党人担忧 川普的支持者 以后就不支持他们了 你看他们这么令人伤心 对不对 年2022年 2024年 都有选举 有中期选举 还有四年大选 很快就过去这四年 所以你别看 拜登现在台上 你说不定 蓬佩奥下次回来了 所以说他们不愿意 这个得罪选民 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最高法院 首席大法官 叫罗伯茨 他很可能拒绝 主持参议院 这次审讯审判 使弹劾失去合法性 因为这种层次的弹劾 必须有大法官主持 基于这些情况 说是 这个情人 可能不一定能弹劾成 白毛回场 但是他创造一个历史 什么历史 美国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两次被弹劾 但是都没弹劾成的总统 就是应该这样认识 这篇文章说 再次之前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克奈尔 及其五个共和党同事 都就国会事件 公开对川普提出批评 但不确定 他们是否投票支持 弹劾 就麦克奈尔的表现是不好 他主要是又受他的太太的影响 我认为 他太太亲共 他是不是也是这方面的想法 那很难讲 我说不好 一些共和党参议院表示 对已经离职的总统 进行弹劾审讯 违反宪法 认为参议院缺乏审判 前总统的权力 因为川普已经是一个 普通公民了 就是你弹劾着主体发生变化 他不是总统身份 你哪有理由 就先弹劾他 对吧 多此一举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民主党人 舒默拒绝这种说法 那舒默肯定是站在对立党来一边 他是肯定想整川普 他担心什么 川普卷土从来 他审讯城市的一部分 将允许参议院就禁止 川普再次担任联邦制度进行投票 你看 观念在这里 如果不进行审讯 将建立一种危险的先例 就是说有可能 四年以后川普又当选总统了 到那时候你看怎么办 到那时候川普又要换美国之一的领导了 所以说 有些人也不要太过于 那么 这个急功近利 给自己也留条后路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美国之一还存在 对不对 你说不定现在被赶走 那个人又回来了 我看你警卫怎么办 警卫不管 警卫是按照领导的命令 只要赶就赶走 赢钱又牛就赢钱又回来 他们是工具 对吧 那么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22号发推文说 川普正与顾问讨论弹劾案的审讯 说尤其是如何围绕弹劾案展开公关活动 预计川普会在弹劾审讯期间 留在福尔利达州 福尔利达我秀一次 这印象最深的 这天气是太热了 一出门全身都是汗 是风景有美 但是你想每天都在汗里泡着 那刺激是不好受 而且出去以后 蚊子特别多 而且那个地方经常发生洪水 据说买房子价格很便宜 二三十万就买一个house 但是这个买完之后 那个保险费特别高 每天都忐忑不安 不仅有洪水 还有那龙卷风 动不动就卷起来 所以福尔利达的地方 玩一玩还行 要常年住的地方 实在是不是什么上乘的选择 这个我去的一次 给我印象是 好的也有不好也有 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到那风景 真是太有美了 这个算是热带吧 你看每一个小酒店 就门前都有一个那个游泳池 你就水里泡着吧 泡里边是不热 但是你不能走像鱼一样 在水里待着吧 是吧 待的时间长 你也烦呢 而且那个游泳池 这个水特别浅 根本不是像我这样游泳 游泳那边 比较好的人玩的地方 所以说福尔利达 这个川普在这个地方估计也是很寂寞 这篇文章讲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针对美国总统的弹劾审讯 应有联邦 这个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 美国媒体叫毕露专家近日报道 就罗伯茨已经表现了 表示了他并不想主持针对川普 第二次参议员弹劾竞争会 这是聪明的 为什么 他心想 这个美国大选就是 这个30年合同 30年合习 没有那么久 四年合同四年合习 你说不定下一次 就算是川普不回来 卷途重来 那蓬佩奥呢 说不定就会再回来 如果蓬佩奥再回来的话 最困惑的将来就是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那时候还执政的话 你想想你怎么就给你 被这个蓬佩奥打招呼 人是总统了 再来访问 你还承认非读彭啊 是不是 到那时候 共产党宣布就马上 迅速转向了 就开始 美国总统川普 他好在 人嘴两张皮啊 你就随便讲吧 讲完变成文字 就变成文章 脸皮厚的人 他不在乎这个事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